以后如果说你有蛮多的范围 建议是用名称管理员 就是先定义好名称 再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你这个名称 然后以后配合F3 可以来存取那个范围 那好处是什么呢 有点像资料库 其实关联系资料库呢 做法跟这个其实还蛮雷同的 就以Sale里面来处理 像资料的关联性 以后的话用对照表的方式 可以取得啦 后面上检视与参照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 类似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将来用VBA的话 直接把名称写上去 它的好处更多 因为你就不需要去 把那个什么 里面就不用挨了 就是那个变数不用改 直接放个名称 而且也不用锁 锁范围 因为它这个名称定义好之后 就是固定的 好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想要怎么样 把那个机率 也许再来需要做什么 假设我这边希望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呢 我可能不需要显示这么多位数 我希望怎么 可以让我显示到 可能小数点到万位数 那就是显示 两万分之 这例子像 万 后面是一万 假设我希望显示出来 类似长这样 万分之 245 这样感觉阅读性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可是问题 这个格式要怎么做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 如果说 你要去变更格式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里面有没有分数 就是多少分嘛 那你可以发现 这边有个分数 那分数里面 有没有万分之多少 其实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接近来改就好了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 你会发现 这个百分之 它是取到百位数 所以是百分之二 可是不够怎么办 没有关系嘛 制定一下 有没有 把这个 多一位 多两位 有没有发现 它就刚刚好取到你要的 万分之 245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还蛮容易就可以 做出我要的效果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当然其他也是一样 把它向下填满 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如果要格式 过来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按右键再做一次 不过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利用那个刷子 这个叫复制它的格式 复制这个格式到这边来 然后并且把它向下填满 让它重新再软一下 这样的话呢 感觉会比较清爽 否则的话 你看小数点到后面 其实阅读性不高 反而这样看起来 比较OK一些些 那合计的话呢 就是把它两个 几率相加 等于 这个几率 101年 加上 102年的几率 OK 把它打勾一下 那排名的话 当然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里面呢 前面好像有用过蛮多 只要是 做 就是排名的话 那我们会用rankEQ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统计里面的rank RNKEQ这一个 那当然呢 它会需要什么呢 按确定之后 它会需要三个引数 第一个引数是 你的 合计结果是多少 它是万分之 451 那第二个是说 RF是 那跟哪一个 全部的资料里面比一下 它是排第几个 那全部的资料 就是合计 所以合计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 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告诉它 意思就是 上面这个层 上面的这个合计结果 在整个里面 它排第几个 那当然order 预设值 如果你不填 零或省略 表示递减 意思是高的在上面 地在下面 那如果你要颠倒 那就递增的话 你就输入1 零或省略 那反之就1 1的话就是递减 另外1的话就递增 那我们这地方习惯 就把它省略好了 那当然等一下 会向下填满 所以你可以按F4 这个把它锁起来 不过比较精确 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 因为你向下填满 只要固定住列就可以 因为我们没有横向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可以算出它的排名了 不过 其实当然这个地方 除了说可以用 什么 这个地方其实 假如说你要用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名称 其实也可以 如果说你这边 假如说用RankEQ里面 要把它变成名称 恐怕你需要先产生什么 先产生 这个排名的 这个名称 那当然你 你这个排名 如果说你这个RankEQ想要用名称的方式来做的话 不要用类似像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第一个你要定义一个名称叫排名 下面的范围叫排名 最快的方法你可以 排名 CtrlShip向下 选的时候呢 请你包含那个排名 整个选就对了 然后呢 比较快的方法 其实 这边有个叫从选举范围建立 有个叫顶端列的 这个从选举范围顶端 意思是说 我不用输入那个名称排名到这边 它会自动帮我抓上面这个名称 下面就是它的范围 这个好处还蛮多的 要定义合计 合计 对 也可以合计 对 合计也可以 对对对 不是这边 跟正一下 应该是这边 所以CtrlShip向下 甚至你如果要多栏的话 比如说你整个全部都要 其实在从选举范围建立 它可以多栏去建立 然后我们建立合计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名称管理里面会多一个合计 它对应的范围就在这里 那如果像刚刚这个地方 RankEQ 我如果不要用这个直接选取的话 这一个 你就可以直接按F3 告诉他说 你直接帮我找合计 那因为Lumber它只会抓其中一个值 所以会抓到同一列的这个值 那R E F是要抓一个范围 所以它会整个F3 会把整个范围 合计的范围抓过来 OK 有没有它需要一个阵列嘛 所以它就整个范围抓过来 它只需要一个资料 它就会抓到你现在 储存格同一列的 那个合计里面的位置的资料 帮你带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些同学 一下子可能无法会议过来 你会发现结果会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 都变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名称 反正如果你这边放一个什么D2 或者放一个什么D2到D43 这个有时候你 像我们常会看别人东西 别人资料 那你一看 哇这是什么 你然后再去实际上去看那个位置在哪里 那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有时候比较好理解 因为实际上哪个栏位 你就取那个栏位的名称就OK了 那你想说这个除了说好理解之外 它跟VBA之间搭配 有没有什么差异 当然有 更好搭配 因为VBA直接就把名称放进去就可以了 会少很多麻烦 待会我们可以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所以Rank EQ这部分 可以试试看用那个名称的方式合计 那这个部分大家已经做完了 不过做完之后呢 我如果希望延伸出去 延伸什么呢 待会可以看 比如说第一个我希望一键完成 当然就是四个栏位 不过做法上面呢 我没有全部重写VBA 而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丢公式 丢四栏的公式 那再来的话呢 可能我们还需要呢 假如我希望呢 把这个排名在前七名的 做一个格式化 那什么格式化呢 我希望呢 这个第七名的话 它能够帮我把 它的数字 做格式化 不是说直接 因为之前我本来第一阶段是直接格式化什么 第几名 可是问题你格式化这边第几名 你还要眼睛再瞄这边一下 还是不方便 所以最好什么呢 如果这边第七名就格式化这边 那要怎么做 当然呢 几种做法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有没有 新增规则 但是问题哦 这个规则里面有这么多种 哪一个才OK呢 而且你会发现哦 其他的 这上面五个都不能 一定要用公式 但是有点难度哦 第一个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而且只能用公式来决定 好 这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的话 你可以写VBA VBA的话就跑一个回圈嘛 好 I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然后呢 如果那一个 那一栏里面的值小于等于7的话 那就是格式化 另外一栏 好 假设是A栏的话 那不就可以写出 一个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格式设定 好 就完工了 那最后当然哦 这个格式化也是一种方法 不过你会发现哦 即便我 我这边把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格式化 有没有 13 就是这边你会发现 这几个号码 但是呢 这几个号码做完之后 就马上就有同学说 老师还是很麻烦 我希望说 可不可以干脆帮我把资料 带到多一栏 F栏 自动帮我把前七名的资料 列在这边一个清单就好了 所以哦 这边如果你是用那个函数来做的话 恐怕 可不可以呢 其实应该也是可以 只是有点麻烦 可能要用正列来实现 那如果你用VBA来做的话 有没有 前七名按下去 自动帮你列出来 这样感觉会更方便 但是这个地方 恐怕用VBA会比较简单 做法也很简单 也是一个回圈 加逻辑判断 再加资料的搬移 因为如果是我要的资料 我就搬到这边来 来帮我列出来 所以这个后面的部分呢 都是我们待会要讲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先试做看看 那可以先从 一就是这个格式先做完 合计排名 待会再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部分 就这些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包含就是说 设定格式化条件 请你帮我把排名是 前七名的号码 帮我做格式化 那方法当然 你可以用内建的 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来做出结果 当然呢 也可以用VBA 如果方法越多越好 因为以后你可以选择说 你用哪个方法 对你工作效率增加 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说 你只是一次性的话 有时候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性的 常态性的需要 把那个清单列出来的话 那还是用按按钮 写个VBA 固定下来会比较方便 因为以后按下去 清单 等于一个报表就可以出现 老板要的结果就OK了 所以以后老板问你什么 等我一下 按个按钮 马上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 这样的话呢 对你来说 是很简单的事啦 对老板来说 他会越来越仰赖你了 因为以后的话 问你什么 你告诉了什么 你可能会有很多VBA的按 你就把他按下去 告诉他答案就好了 其实说这你也没有说 做特别多的事情 只是说你把有一些 这个可能要做很多的动作 等那些事情变成一键完成 所以请各位把 第一个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完 再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把延伸的后面的部分 也试做看看 比如说排名 如果是前七名的话 那就把前面的号码 是前面的号码 不是那个号码 格式化